男人挑战住在一平方米的最小公寓里 只要坚持一百个小时就能赢到五万美金 狭窄的空间还没有狗窝大 他能坚持多久呢 乔治看着眼前的小别墅 岂能用小来形容 但是他并不担心 我有手机怕什么 进去之后才发现 比想象中还要小 别说转身了 蹲下去想起来都很难 还好这面墙壁是透明的 看起来没有那么闷 下面是客厅餐厅家厨房 上面是卧室休息区 只是这么大的小床也太突兀了 竟然还有厕所 虽然只有35厘米宽 应该不影响正常使用 乔治开始布置房间 把带来的东西塞得满满当当 空间变得更小了 不管了 先玩会游戏 很快过去了一个小时 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 背部几乎麻木 但是空间限制也没有别的方法 两个小时后 他实在坐不住了 抓着上方的屋顶做运动 舒展一下老腰 稍微移动肚子还饿了 他问节目组啥时候开饭 而小助手却拿来了半熟的食物 想吃就自己做吧 在这里面做饭 你是疯了吧 求人不如求己 半熟的食物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这小电锅真不错 走的时候一定要带着 乔治吃得很饱不想动它 看一部电影打发时间 已经过去了六个小时 他准备洗漱一下上床睡觉 刷刷牙 洗洗脸 好不容易爬上床才发现 忘记洗澡了 只能再次挤进洗手间 为什么厕所里没有纸 算了 一次应该没关系 星期充实的一天即将结束 半个身体躺在床上 不能伸直也不能翻身 一不小心还会掉下去 乔治把头塞进置物架下面 勉强可以迷一会 但是一晚上的僵持 他的腿好像不能走路了 这样的床铺怎么睡才会舒服呢 第二天早上 节目组拿来很多玩具 只是这么小的房间 应该怎么玩 无聊的乔治 还是每个都玩了一遍 节目组好像看猴一样看着他 傻呵呵的 也不知道在乐什么 今天的饭菜很丰富 吃完之后继续睡觉 睡着了时间 就会过得很快 乔治睡得迷迷糊糊 浑身酸疼 腰不是腰腿不是腿 这种感觉太难受了 他只能用完游戏麻痹自己 这一晚上是睡了又好像没睡 乔治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困住的小鸟 压抑至极 他很想逃离又不甘心 只能独自面对安静难过的夜晚 第三天早上他的精神明显不好 疲惫加上快要断掉的双筒 他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节目组找来保姆为他打扫房间 这么小的空间两个人怎么装得下 乔治尴尬得不知所措 小助手提议不如让保姆住下吧 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乱讲 女朋友分分钟到达现场 他鼓励乔治再坚持一下 有了女友的支持 乔治又恢复了信心 这一天他过得很开心 只是到了晚上 又开始了漫长的煎熬 连续三天不睡觉 他感觉快要抑郁了 时间过去了一大半 现在退出太不值得了 还有一天的时间再坚持坚持 第四天乔治变得很懒惰 吃饭也越来越少 一直摆弄手机打发时间 好朋友前来探望 这样的房子一般人应该不能住吧 他的嘲讽乔治不以为然 反正你又拿不到奖金 朋友表示在多钱他也待不住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 节目组买了一个超大披萨奖励他 几乎填满了整个房间 乔治怎么可能吃得完 还是分享给他们一起吃吧 又到了难熬的夜晚 既然睡不着那就不睡了 乔治整夜站着看电影 还是腿疼 四天没有睡觉他变得精神恍惚 很想念家里的大床 节目组告诉他 还有四个小时就成功了 终于看到了希望 他心里高兴却又表现不出来 整个人提不起一点力气 剩下的时间他一动不动 好像抑郁了 时间开始倒计时 乔治终于走出了小房子 他挑战成功了 这个挑战太难了 好几次都有过放弃的念头 没有过硬的意志力根本做不到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是你能坚持多久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